在藏心之前,我們要不要跟人家分享健康? 不要 不要啦 沒那個觀念 除了什麼 每每有的話 其他都沒有 因為每每可能在做客人的時候去分享他的什麼 健康的觀念 可是你發覺 我們做藏心之後 就開始要分享健康的觀念給人家了 對 但是你會發覺 我分享給人家 有沒有人不聽 有沒有人拒絕我 有沒有人打我槍 有 那你有沒有挫折感 有 你幹嘛有挫折感啊 要深呼吸 不是不是 各位你聽我講 人家不要 人家不要是因為他自己沒有觀念 人家不要是因為他自己什麼 鐵齒 人家不要是因為他沒有福氣 對還是不對 對 以後他失去健康 他家人倒下來的時候 他自己要後悔啊 他要怎樣 要怎樣 他自己要花錢花時間去照顧家人啊 但是各位 我們常常會因為這樣的關係 會覺得說 哇 我好怕喔 我很怕被拒絕 我覺得這個事業好難做 各位我們要把我們自己 離開我們的舒適圈 有聽過這句話嗎 有 好 各位 如果要成大業立大工賺大錢 難道你覺得在一個每天 在那邊一天過一天的日子裡面 就有辦法成大工立大業賺大錢嗎 不可能啊 所以你在這個情況之下 我覺得齁 這句話我覺得講得很好 以前我常常跟我的夥伴分享 做你以前沒有做過的事情 做你以前不敢做的事情 那成功要付出代價 要啊 各位 健康都要付出代價了 我瘦8.3公斤 在一個月的時間 各位 以前我一個月 一年都沒有做一天的運動 我這個月的時間 你知道我做了幾天的運動嗎 我做了將近快要20天的運動 拍手 不用拍手 不用拍手 各位 你聽聽看 我有沒有要付出代價 要啊 要流汗 我要讓我的體能更好啊 對不對 我要更健康啊 連健康都要付出代價了 何況你今天要成功致富呢 所以我還是要跟各位溝通一下 在這邊就是讓我們一直調整跟改變 各位 你就會讓自己越來越好 跟各位分享 那我們在接下來的時間 要做什麼成功的準備 我要麻煩各位一件事情 這句話很重要 有沒有辦法想像自己成功的樣子 有 確定有嗎 來 想一下喔 想一下那個畫面喔 如果你們沒有 我可以請陳文貫跟林文貫借你 就是說 你想想看一下 你的戶頭裡面 現在都有上千萬的存款 好爽 你聽我講喔 現在你的戶頭裡面 隨時都有上千萬的存款 你覺得你的生活會過得怎麼樣 非常好 我看你一年大概出國十次喔 你想想買什麼 想吃什麼 想用什麼 你大概都會去做你想做的事情 可是各位 記住喔 成功有一個重點 成功的人都是先相信而得到 再講一次 先相信而得到 成功的人他有一個特質 所有的企業家成功者 所有的企業家成功者 都是他們會預信 預先相信 而不是 永遠只是認為 啊 我窮的要命啊 我沒錢啊 我很慘啊 我什麼 我什麼都不順利 那請問各位一個問題 你沒有去讓自己想像成功的樣子 你怎麼達成你預期的目標 怎麼樣達成成功呢 所以我要麻煩各位一件事情 環境很重要 如果林黃冠跟陳黃冠 我很直白告訴你們 他們今天如果不在長期 他們還在安利 或是在以前他們別的直銷公司 他們可能沒有辦法賺那麼多錢 黃冠對不對 對 這是真的喔 我絕對沒有亂講喔 因為公司的環境 公司的產品的優勢 公司剛好他們抓到一個 那個成長爆發期 他們就什麼 他們就成功了 那現在公司也是一個成長爆發期 為什麼 因為公司已經把市場做到中國大陸了 公司希望做更多的國際市場 那請問各位一個問題 如果我們這個環境沒有問題 你的人脈有沒有問題 人脈有問題的舉手 還真的有人舉手 沒關係喔 人脈有問題的 我告訴你們 你只要看到每一個人都是人就好了 記住喔 很多人的人脈有問題 就是看到每一個人都是鬼 你知道嗎 看到人就看到鬼 你知道我的意思嗎 各位 我在我還沒有真正做實銷之前 聽我講我講真話喔 我在我沒有真正做實銷之前 其實我看到你們我是看不到的 這是真的 因為我沒有辦法把你們每一個人 當作是我的機會 或是商機 認同嗎 認同 但是當我做實銷之後 我發覺你們每一個人都是我的什麼 商機 對 都是機會 都是商機 甚至我會覺得說 我很想做你們每一個人的貴人 所以我要跟你們分享的一點是 人脈不是問題 是在於 你到底有沒有看到機會 看到商機 而且重點來了 工具很重要 我要告訴各位喔 藏心喔 你們真的很幸福 冰黃罐的資料喔 是全藏心所有的黃罐裡面做最好的 給大家掌聲鼓勵 就是要跟各位分享 我們大家以後未來一定要做一件事情 一起來透過這個成功的方法 來達成我們要的目標 那我們最後在這個情況下跟各位分享一下喔 其實在藏心喔 有幾個重點 第一個 你要跟著公司的教育訓練 或是跟著團隊組織的教育訓練 各位有沒有發覺 以前 我在六年前剛來藏心的時候 其實黃罐他們都大概在這個情況之下 借公司的教育訓練 雖然他自己也有在帶 可是因為黃罐他們現在夫妻都已經什麼 在這邊都十八年的時間了 他們也可能三年五年七八年的時間 他們就要退休了 他們有沒有在建立他們自己組織的教育訓練 有喔 有喔 因為為什麼 因為只靠公司夠不夠 不夠 所以各位有沒有發覺 我雖然是公司的經理人 但是我一直在給你們一些 組織的教育訓練的規劃 所以我在這個部分 我要告訴大家 我希望我能夠把過去超過二十年 我至少有待過長新四地下家公司 我把這些所有的經驗 全部都傳給你們 好不好 很好啊 那你們就把這個東西 複製到你們的什麼 下線 你們的夥伴 你們的組織裡面 那我們就讓他們在這個情況之下 讓他們去把他們的優勢發揮 有沒有聽過一句話 優勢發揮到零零盡致 但是呢 我們的障礙把它什麼 拒除掉 把它排除掉 把它修正掉 讓這些障礙不要一直 卡住自己 像我們這些美容師 我很喜歡你們 你知道為什麼嗎 因為我來長新 來看看高手怎麼做 其實各位 我所有句實在話 我看到長新 這六個月以來 你知道誰進步最多嗎 會沒有 你怎麼知道 就是我們蔡老師 因為蔡老師好像一個 那個叫做什麼 海綿 海綿一樣 他一直吸收 一直吸收 我跟各位講 所有在長新現在的 鑽石以上的領導人 成交率最高的就是蔡老師 給他掌聲鼓 看 問 甚至去運用 而且什麼 去做紀錄 反走過要留下痕跡啊 他們兩位 可能在座你們是他的夥伴 記得去跟他們挖寶 因為他們都有經驗了 你要想辦法在這過程當中 把他的能力學起來 變成是你的能力 如果每個人都跟黃冠一樣厲害 各位 我們這個團隊早就已經賺翻了 這個團隊早就成為什麼 成為整個傳銷業界最大的團隊了 所以這邊一定要跟各位溝通一下 然後另外呢 也跟各位溝通一下 一定要溝通這個重點 在這裡 我們剛才在吃那個 呃 我們在那個 所謂的 林後市民的時候 林後市民的時候 我們的Candy王伴要跟我們玩一個遊戲 他好像故意要用什麼 說產品的優勢要跟我們玩大風吹 好像是這個意思 那這個重點就是各位 你怎麼樣在很短的時間 我認識楊老師 我認識師尚 但是呢 我知道他們是退休的公務人員 我怎麼樣在很短的時間之內 我就讓他們知道 這個產品對他們的身體有幫助 他們就變成我的會員了 這個很重要喔 但是我們很多的夥伴 這方面的能力不足 一講就講到哪裡去了 欸 你把從南京講到北京去了 你知道嗎 你講到天津去了 你講到哪裡去了 講到月球去了 所以我們在這個情況之下 各位 我還是告訴各位 如果我舉例 叫你們五分鐘講CAN會不會講 好 這個機會 我們透過訓練的時候交給大家 好不好 還是說 你跟一個人講 欸 我跟小阿姨你一講 對不對 一講講了二三十分鐘 到最後還沒講完一個CAN 他會怎麼樣 猜猜幾乎走 就是客戶或是我們自己 使用產品之後的改變 就是一個效益 見證 所以在這個見證的部分 各位 如果你還沒有做見證 來 蔡老師 平團姐 都在現場 或是事業的見證 好不好 如果不會做 可以私底下來問 鑽石或是皇冠 或是來問我 我都會給你 或是我會教你怎麼做 可以嗎 各位 我從剛開始做傳銷的 剛開始 我就已經會講自己的見證 不然咧 不然你要問我說 欸 唐先生 你為什麼正當行百萬年薪不做 各位團隊 我們在運作的過程中 每天都是問題 但是我們要想辦法解決問題 而不是製造問題 有問題可不可以問 可以 有問題就把問題 我們最快的時間解決 各位想像一個畫面 我們的人很像一個倉庫 那我們的問題 就像倉庫裡面的那個很大的什麼 貨品 當你的貨品 越來越多 這個倉庫 都堆滿了 堆到最後都放不下的時候 你就被壓死了 聽這種意思嗎 所以問題要不要馬上解決 要 各位 我們想辦法把問題解決 我們就是把負債轉成你的資產 因為你解決問題之後 你就提升自己的專業跟能力 以後遇到問題 都可以什麼 都可以迎刃而解 我在藏心 小阿姨 你做個見證 以後你找人家來藏心 如果人家問我藏心問題 把我問倒了 我就送他一年的會員 他真的很像這句話 就是什麼 走遍千山萬水 藏盡千辛萬苦 縮盡千元萬里 同帥千軍萬馬 你們聽聽看 我不知道聽不聽得懂這個意思 各位 推薦是不是在做備贈組織的事情 對 來 各位你們聽聽看 你知道我們皇冠夫妻 也推薦了皇冠祖蘭 知道嗎 像我們平安姐本來 在前兩年也可以成為皇冠的 那時候差一點點 就上皇冠了 聽聽看 如果在這過程當中 各位有沒有看過一個以前的歷史故事 叫三國演義 三國制 有沒有在很多的什麼電視 很多的什麼 我們叫做所謂的 現在的一個連續劇當中有播出來 我覺得就好像這個一樣 來 各位看 三國演義的這裡面 有聽過劉備嗎 有 這是不是劉備 沒有 沒關係 他只是一個圖而已 我假設這個劉備就是你 或是這個劉備就是我們 那劉備你還記得嗎 當時他不是要在這個情況之下去統一中國 所以他成立了蜀國 所以在這過程當中他找了怪允 找了張飛 找了趙雲 當然最重要是他找到一個註可量 大軍師 這個歷史故事沒有聽過的舉手 好很好 來聽聽看 我把它講成傳銷 這是我們 再藏心 認真聽喔 你找到四個夥伴 跟你一起 專業專職 用創業的心態努力來做 而這四個夥伴 都做到鑽石甚至皇冠 每個月的月期 不要說多 大概就五百箱就好了 一箱多少錢 對不起喔 你們講的是三千九 我講的是七千八 沒關係 反正就是假設一個月就是做這些業績 各位你知道嗎 你每個月大概可以零五十萬 黃冠 現在的黃冠是不是六條線 對啊 我們不要講六條線 我們就講五條線 四條線就好了 如果說有這樣子的一個發展 在制度當中 如果這幾個人都是你的鑽石或是黃冠 各位 我現在舉例喔 我今天把那個誰 六血找進來 六血 你是不是就把媽媽找進來啊 媽媽是不是又找小阿姨他們進來啊 好你告訴我 那我告訴六血 六血你現在是不是上鑽石了 六血你記住我 你不要再繼續做了喔 你不要再衝了喔 你就算時間好了喔 有沒有可能 欸我跟你講喔 這是他的事業 他要衝我能夠阻止他嗎 那如果他不小心衝到黃冠了 很好啊 好不好 很好啊 很好嘛 那我現在假設 我就說了 假設今天這樣的主持當中 如果六血是其中一個人 然後他的上限是什麼 蔡老師 在這情況下有四條線 都能夠有很穩定 而且是 我們叫做業績很大的時候 各位 這就是你的被動收入 這就是我剛才講的上一章 千萬回席 聽得懂嗎 嗯 我很怕你們聽不懂 那我跟他一起合作 對啊 我們大家怎麼樣一起來什麼 創造我們的什麼 我們的成功 成功的未來 所以在最後的時間告訴各位 來我們怎麼樣的人可以推薦 失業的人 收入不滿的人 工作不滿的人 尋找失業機會的人 請問各位 現在景氣好不好 不好 我們身邊有多少人 告訴你說他錢不夠用 多少人 超多 我告訴你喔 我們身邊的親朋好友 有多少人告訴我說 他錢不夠用 這些人都可以推薦 但是你們看到他是看到的人還是鬼 鬼 楊老師 記住 從今天開始 最近最近鬼都被人了 我知道 提醒大家一下 離開 或是